有个国王啊,从今有个国王他很爱名的 然后他常常叫做,很喜欢就是微服出循 就是看访他的子民去在,他通常很喜欢去那个市场 市集里面,人家卖菜啊,卖什么的东西这地方去看访 有一天,他到市场里面看到有一个卖梨的孩子,女孩 卖梨啊,那个水果卖梨的女孩,然后注意到这个女孩啊 特别放两粒特别大的梨子,放在那个梨的籃子外面 然后他从其中拿了一粒梨子,他就削皮,对吗,讲削吗 削皮,削皮要吃,然后国王看了,就走过去 他的那个卖梨的地方,然后就拿起另一粒,还有削皮的那个梨子 一大口咬下去,这么棒的梨子,应该这样吃的 那个女孩看着他,很无奈的跟他说,我也知道梨子是这样吃的 可是刚才这两粒,其中一粒跌进的马桶,我的骨是哪一粒 你明白吗,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懂很多,以为我们知道的知识就是这么样 就是这么样啊,有时候这些知识啊,反而使到我们啊,拦住我们啊,去认识我们的真实 所以呢,一些你所受到的知识不一定是好,因为你看到的不是 你看到的东西,或你听到的东西,未必是那个事实 阿们,我们来做个祷告 天父们感谢赞美你,我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身手里 我也把讲台交在你身手里,求你高默,讲台和你的古人 而高默每一位的兄弟姐妹,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 让他们打开他们属灵的耳朵,眼睛能够看见,能够听见 上帝你从天上赐下来的玛纳,让我所讲的每一句话 没有掉在地底下,而没有果效 反而要成为力量,成为恩高,成为祝福在他们生命当中 使得他们能够更认识你,更接近你,更亲近你 来敞开他们自己给你更多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以下今天这样交告交迫 奉耶稣的名,阿们 忘记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为奉献的祷告 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我们会奉献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奉献加来身手里求求你 赐福所有给的人 我也求祝你,用这金钱来扩展你的活动 虽然我们在新港的教会人数不多 但是我们希望主啊,你使用这个金钱 使用这些人,从每一位的圣姐妹 兴起他们,成为这个圣奈阿拉的光而言 来影响市区,来带领更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此祷告奉耶稣的美,阿们 感谢神,我们在过去的一系列里面,我们今天来到 第四个系列,在耶稣基督里的系列 我们已经讲到第四个系列 在过去的第一个系列,第二个系列,第三个系列 我们讲到,我们一个人当你来教会 并不是代表你真正的接受耶稣,还是认识耶稣 你当一个人,怎么证明他已经是接受和认识耶稣呢 必须他,那个人必须在耶稣基督里 唯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呢,才能够承受上帝国的耶稣 要给他一切的福分,一切的祝福,和一切的上帝要给他的能力啊 种种,一切在他生活里面 然后第二个系列,我们讲到,原来在基督里有很丰盛的生命 上帝不只是你要信耶稣而已 耶稣说,我来了 到今来,无非是杀害,偷窃,毁坏 我来了,是叫羊,就是人 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的生命 上帝要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Amen 在上个星期,我有跟你讲到,在基督里 你是可以过这个得生的生活 上帝答应我们,也承诺我们,应许我们 在每一个事件上,包括我们的事业上 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感情 包括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包括你的工作,和你的事业 上帝都答应给我们有得生的准备 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第四个系列 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你必须要做一样东西 就是跟耶稣一起,联合在一起 我们会给圣经经打开 哥罗西书3,哥罗西书3,第一节到11节 哥罗西书3,第一节到11节 哥罗西书3,1-11 第三节到11节 找到了,我用圣经和本给你们读 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以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上面的事,当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 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耶稣药里 第五,所以你们要支持你们 所以要支持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犹如淫乱,误会邪情,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以拜偶像一样 第六节,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领到的悖逆之子 第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世上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细绝这一切事 以记恼恨、愤怒、恶毒、毁法 并口中污秽的原理 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第十节,穿上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第十一节,在此不分西尼尼人 犹太人,受隔离的 未受隔离的坏货人 西骨皮人,为奴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Amen 我们怎样跟耶稣基督一起联合呢? 我们来看第一 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 第一,我们要当求商人的是 英文说,set your mind on above set your mind on above 所以你看到呢 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 第一个所以他看到 所以你们若以基督一同复活 这边呢,我们有看到 有若 若以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呢,孙姐妹 因为,不是你有 你的 跟耶稣的关系 并不是取决于你来 多少次的教会 不是取决你 去的教会有多少年 而是你有没有耶稣复活的生命 在你里面 包罗写的这句话 真的很详细 很仔细 很小听的写 你们若以基督一同复活 如果,假如你们真的 和耶稣一起复活的话 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圣经讲的 有什么表现? 求上面的死 一个有生命 耶稣生命复活生命 在他里面呢 他会求上面的死 上面的死 是应该 一个 以基督复活 一个人 应该有的表现 Amen 欢迎你 基督的复活 是一种生命的更新 不是道德的改革 也不是一种理念 即使生命的更新 自然有生命的表现 这表现呢 是求上面的死 所以呢 我们回到一个关键 兄弟妹 你有耶稣在里面吗 你有耶稣复活在里面 你有一个很证明 有一个很自然的表现 就是你会追求上面的死 你会克募上面的死 然后呢 这里 以基督 这里 以基督一同复活呢 指的是我们生命上的一个经历 指我们以基督的生命 和基督的生命一起联合的一种经历 然后我们有看到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请问那里在那里啊 那里是指那里啊 那里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那里是在那里 那里就是在上面的死 那里是指的是上面 所以你明白了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神的右边 你去过神的右边吗 神的右边在那里呢 神的右边是什么东西来的 兄弟妹 神的右边是一个很尊贵的地方 是有权柄的地方 是圣洁的地方 是荣耀的地方 而且是和神沟通的地方 为我们 代求耶稣为我们 带替我们祷告 代替我们祈求的地方 群求上面的事 就是以神亲近 圣洁 属灵全并祷告 而不是寻求世界上属世的物质上的东西 以神联合 今天我有,做牧师不容易啊 除了做牧师还要做魔术师啊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以基督联合 不适合基督混合 这个叫混合,看到没有 混合就是把绿豆和红豆混在一起叫混合 当你把一个物体和一个物体里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它原来的神明还是有才 红豆还是依然看到红豆 绿豆还是依然看到绿豆 它还是充满着它自己 我们不是跟基督混合 很多人的生命信号也知道 它是跟基督混合而已 你不是一般叫亚索 亚索,那叫佛西奥之邦 哈哈,这好了,走了,拜拜 这叫混合 但是跟基督联合 是基督的生命 参经你的生命之后呢 你已经不再是拥有你自己的生命 而是你的生命彰显出基督的生命 我买不到Iodine了,所以我就拿黄药水来 这被水代表你的生命 ok 这被水代表你的生命 然后呢,我就滴了黄药水下去了 因为买不到Iodine了 我滴了黄药水下去看怎么样 我滴了外的洞,然后滴气地 魔术树林了,知道吗 因为我敢这样倒啊,昨天倒到我满股都死了 不然快能洗得掉了 所以你看,当我把那个黄药水倒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你从此以后 这杯水不再是单纯的一杯水了 不是一年一杯百开水了,有没有 变成这个水呢有联合黄药水的成分当天 有没有,你还能找到有原本的你吗 这就是和基督联合,和基督混合的分别 试验做完了 所以,兄弟妹,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我们呢,跟基督联合,而不是混合 当你跟基督混合的时候呢 有些东西你还看得清楚分得清楚 但是你和基督联合的时候呢 你再也找不到你自己 而是你看到耶稣的生命 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是以基督联合,以基督合合为一 结果呢,基督呢,就成为我们的 我们的也成为基督的 基督有什么?基督有充满着神的生命 基督有荣耀,有丰富 我们有什么?我们的生命是带来死亡的 我们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们有的是短暂生命 我们有的是面对将来一定 人一定要经过生老病死的 所以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短暂生命 我们有死亡,我们有卑微,我们有贫穷 我们的,可是我们的今天呢 我们把所有的诅咒,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贫穷,卑微,还有死亡都给了耶稣 而耶稣的丰富的生命 一切的那些荣耀,都代替了我们 我们成为基督的,基督成为 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 成为卑微的人,并且死在 第十字架上,又进入死里面 基督成为我们,我们叫我们得着生命 荣耀的功夫 看到没有?这上帝要做工作在 每一个基督的身上 不要混合 很多人混合,只是说 哎呀,信耶稣可以 但是不要叫我改变啊 我还是要我以前的生活啊 星期六我还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clubbing,一定要去喝酒 一定要去玩一玩 总之是我的夜生活 马照跑,舞照跳,夜生活照过 那个是混合 你要连合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彰显住 你有寻求上面的生命 第二,要思念上面的是 set your heart 那,我们再看一次哦 所以你们若正义基督一体同活 当求上面的事,有没有? 然后第二节说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下的事 在英文里面哦 用得很好啊,中文就分不出来哦 英文哦,第一节的时候说 当求上面的事,在英文先 set your heart set your mind on above 而第二节说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英文写 set your heart heart and mind 可是这里是没有 中文是没有分heart and mind的 所以你看呢,所以呢 当英文说set 是意思什么呢 set就是说放 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叫set 也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思意念 要注意我们整个人的思想 我们的行为 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呢 慢慢会成为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和习惯 而这个观念和习惯呢 就慢慢影响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呢 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 在英文这个字 set的意思呢 就是说已经决定了决意的意思 set your mind make up your mind set 然后呢 就说 你已经set了 不改变了 决定了 没有摇动 不再受影响了 这叫set 你赏识 你努力 决意把你的心思意念 放在那里 放在上面的时候 再 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 如果你看到人家在参加运动 那些运动员在准备的时候 那个喊 喊开始的人 叫什么 裁判 叫什么 忘记啊 总之那个喊开始的人 要拿一个枪 他会讲什么 set ready go set 你在运动场上这个set呢 就是说你准备好了 你 你准备好了 你已经开始准备好了 所以说弟姐妹 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 一个基督徒呢 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呢 他会把他的心思意念 放在上面的事 并不只是心把放在上面的事 他的思想也放在上面的事 所以你看到我这边有写 没有写啊 我这边少写 OK 就好像我在举例 这里都超过18岁的人 没有小过18岁 我不知道你18岁过后 有没有堕路爱河的感觉 我应该是会有啦 应该是会有 当你真正一个falling in love的人 堕路爱河的人 你会看到他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会在阳光暴散底下 在那边等两个小时 他的女朋友 或者他的男朋友 他的女朋友来到 哇 你等那么久啊 你等很久了吗 他说不是啦 我才等你十分钟而已 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力 和这样的人耐呢 因为 因为他已经过了拜会 他的心思意念都放在那里 放在他的女朋友身上 放在他的男朋友身上 有没有 一个 一个堕路爱河的人啊 所有的心思意念啊 都放在他深爱的人身上 可能你不知道啦 我常常站在台上讲道 我常常都注意那些couple couple 那些谈恋爱的一些那些couple couple 你看他那个男生 或者看那个女生呢 他好像很专心在听我讲道这样 其实啊 他的眼光 和他的目光 不时不时都会燒在他的女朋友身上 或者燒在他的男朋友身上 啊 这次牧师有分析 有看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他不专心听到啊 不是 因为有爱 他有love 他已经是falling in love的人了 过路爱河的人 所以他的心思意念 一不小心一不下止 不到五秒钟才 今天要看他的女人 在说 他哪里在哪里 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你现在在拍拖 你有这样的感觉 找到了啦 你只要counseling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够爱河的人 他很自然的 把自己的整个心思念 整个身体呢 投入进去 讲电话 扣扣扣三个小时 哎 他说妈妈妈 大家去睡觉了 我们讲三个小时了 咦 这么快啊 我才以为十五分钟而已啊 我还讲不够啊 因为刚刚开始 英文说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那个月亮还很年轻啊 所以 这就是有爱河的人 再举例 圣经说 在这里 我重复到两个了 so set your heart 所以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怎么样 就影响成为你的习惯 你的习惯呢 就成为你的行为 所以你会常常看到 我来看来教会的人 他来教会的行为 有些人很早就来了 因为他有爱 他的心思意念 放在那里 他的心思意念 准备好来朝见他的爱人 他的爱人是谁 他的爱人是耶稣基督 所以圣经里面要学习 你要找男朋友也好 找女朋友也好 你要学习 那个人 是把爱 他不是首先给你的 他会抱爱给耶稣 常常跟人家跟我讲 你要找 你要 你要 你要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 你要怕高 你要找信耶稣的人是不够的 你要找信耶稣 而且属于的人 为什么我能解释给你 为什么有些 那些 在教会里面 仍然有很多很多人 借了分还是礼物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找有基督 信耶稣 可是他们生命没有改变 那也很糟糕的 所以你要找一个信耶稣 而且生命改变 有属灵的生命的人 才是一个得到一个美满家庭生活的人 所以今天思想影响你的吸管 吸管影响你的行为 我们继续来看 圣经有 有一节圣经 很好的圣经 在马太平第六章 二十一节 Mathb 6.21 他说 Where your heart is Where your treasure is 你的宝藏在那里 你的心就在那里 你的男朋友是你的宝藏 你的宝藏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你的女朋友在那里 因为他是你的宝藏 你的心在那里 他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好 Where your heart is Where your treasure is Where your treasure is Where your heart is 都可以用啊 都是一样的 你的心在那里 你的宝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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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就在那里 所以这里面 Make up your mind Shap your heart 把你的心思意念 放在上面的时候 Set your heart on the earth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earth 圣经讲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 因为圣经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在举一个故事 圣经里面总是有一些人 最后他不能到天 他不能到达上面去 为什么呢 比如说当挪亚造方舟 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在挪亚造方舟 他帝说世界太邪恶了 他已经容忍到一个程度 他要毁灭整个世界 所以他就叫挪亚造一个方舟 据方舟今天在那里 阿拉拉山 阿拉拉山在那里 阿拉山在土耳其的北部上面 他的残骸 那个挪亚造的方舟 还在希腊阿拉拉山上面 那据了解 上次你猜几秒 其实那个方舟 挪亚造的方舟 在世界上还是排名第二大 还是排名第二大 还有只有一个战舰 是大过他们的 那个方舟是很大 大道圣经讲 他把世界的所有的物物 和物虫都带进去 有人问 当时挪亚有带细菌进去 那很好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肯定过 他有带细菌进去 一定是带一只公 一只母进去的 才能够防止 要不然没有 一只公一只母 就没有防止的可能 所以你看 罗亚赵方舟,我们回来言归正传,罗亚赵方舟的时候,他一百二十年圣经讲,他一百二十年跟人家讲, 上帝要回面的世界,赶快上床,不是上床,上床,床,发音不准就是这样的,上床,上床,上床, 总之你没有要明白就对了,发音不准,在这边我都要回去念了,常常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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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床,因为世界末期要到了,大家都不相信他,为什么不相信他,哪有一个风子啊,你建议一个船啊,在那里, 因为有人造船在海边,没有人造船在山山,对不对,因为你造好的还要回来下去,而且是四五千年前啊, 拿东西可以拿,没有人拿的,可是罗亚就是一个很疯狂,畏族疯狂的一个人,他把船造在山山, 他跟人家讲,世界末期要到了,这个世界要毁灭了,赶快上船,上船,上船,没有人相信他, 他传造一百二十年,没有人相信他,连他三个女儿的女婿,就是他三个女儿的先生啊,老公都不相信, 结果,结果呢,洪水宽暖,这个洪水来的时候,淹没了全世界,连挪亚的女婿都混得上, 还有,圣经里有一个人叫罗德,罗德当圣经说,他要,上帝说,这个, 他就在俄摩拉和,俄摩拉和索多玛这个城,这两个城市里面, 当时,俄摩拉和索多玛那个城市呢,是充满罪恶的城,是罪恶之城, 上帝不能答案了,他说要毁灭这个世界,然后就跟罗德讲, 罗德赶快择爆火,把北冠冬冬冬枪了,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不要留在这里,这个城市我要毁灭掉了,罗德还蛮痠痠,OK啦, 可是,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做,这世界太吸引我了,太引流我了, 我还有很多东西不舍得走,不舍得拿,诶,上帝啊, 那个Astro可以拿进去吗,可以带走吗,还有很多东西要不舍得, 诶,我还可以拿我的iPhone 5进去走吗,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舍得, 我们不愿意放,我们一直不舍得,罗德就是这不舍得, 一个不舍得的人,他贪念世界,他爱世界,他爱世界里面的所有的物质, 但是,不舍得犯,正经这样告诉,当他,上帝毁灭这两个城市的时候, 罗德在逃命,在奔跑的时候,他的妻子一直往后,往后面看, 看那个城市,哎哟,这么可惜,把它烧掉,哎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我的Astro也烧掉了,我的金银珠宝也烧掉了,我的钻子, 24卡拉的钻子也烧掉了,他不舍得,不舍得,到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他的棋子在走的时候,上帝使到他的棋子变成一个炎柱, 变成一个酒陶,变成一个巴骨格, 今天你去到爱基的地方,我忘记什么地方,我不能回想起来, 那个地方还有在,你今天看到有一个炎柱就是我的棋子, 不要开玩笑,有些东西,我们,我们,圣经劝告我们说, 这个世界上,只是我们占留的地方, 这世界上只是给我们占留,几十年而已, 我们只是都是过路的,我们都是路人家的, 在世界上我们都是路人家的,我们只是暂时停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将要永永远永恒的,跟耶稣跟阿爸父一起, 永远的在一起,在天天上面, 所以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的心思,他们的心思应验呢, 要放在上面,地上的事本身是没有罪, 是充满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需要地上的事, 但是基督徒不可以过分看重地上的事, 失恋,你们要失恋, 失恋,你们要失恋,上面的事, 失恋呢,这个词啊,这个意思就是, 有现在静停的, 是 now, present and night, 你要失恋,你要不断的失恋, 就是,表示继续不断的意思, 我们要常常失恋的是, 是我们充满我们心思, 我们看为最重要的事, 怎样跟基督联合? 第一, set your mind, 第二, set your heart, 我们来看第三, 一同藏在主里面, 圣经告诉你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再一次,跟你旁边讲, 你已经死了, 你是死人啊? 这是圣经讲的, 你已经死了, 你的生命, 以基督一同藏在城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以他一同显现在, 永耀里, 基督徒的生活讲究什么生活呢? 兄弟妹, 在世人来看呢, 基督徒的生命呢, 跟别人生命没有什么一样, 但是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隐藏的, 你应该把你的生命藏在神里面, 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我们真正的生命在那里, 我们真正的生命, 圣经讲, 在天上, 早期基督徒, 他们认为, 他们接受洗礼, 或者受禁, 他们愿意受禁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是一种死亡和复活的一个写照, 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 和买葬的时候呢, 希腊人有一种的想法, 或者说法, 那个人已经藏在迷途里了, 但是一个基督徒呢, 所经历的洗礼呢, 如果今天他接受洗礼, 或者你要了解洗礼, 就是整个洗礼没有什么, 洗礼不是一个仪式, 也不洗活, 我们常常听到, 哎呀, 你去教会可以, 你信耶稣可以, 但是不要洗礼, 洗礼就完蛋了, 完蛋, 没完蛋, 你洗, 你信而受洗, 你生命才是真正的开始, 还不是完蛋, 因为一个洗礼, 是一种的表示, 是一种宣告, 你今天不管你不认识这个洗礼的意义, 你洗十次, 对你来讲也是没有意义, 但是你了解整个洗礼的意义, 你洗一次就够了, 有些人去不同的教会, 在卫理工会他就洗一次, 来到神诈会又洗一次, 以后又去别的教会又洗一次,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不了解洗礼的意义, 他不是你去哪间教会, 就要去哪间教会洗礼, 不是这么样的意思, 洗礼是你一种宣告, 跟世界宣告, 跟人宣告, 跟天使宣告, 跟魔鬼宣告, 跟所有的人宣告, 我今天不再是我, 我要跟从主耶稣, 而且我的生命, 已经把我的生命, 藏在耶稣之处里面, 所以呢, 我们看到圣经讲藏呢, 做迷藏的藏呢, 这个藏字呢, 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说, 当只有是宝贝, 你才能把他藏起来, 这叫藏, 这个是宝贝, 你把他藏起来, 一种意思, 另一种意思就是, 藏就说, 我有保护的意思, 就是我把他藏起来, 免得他, 我藏起来, 免得他被人家欺负, 这个藏的意思, 另一个藏呢, 就是我暂时, 不要把他漏出来, 掀除出来, 所以基督徒, 你不要装美油, 破太甜甜, 弄你的头发, 反正你还是要垫的, 因为上帝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 一位牧师啊, 什么是荣耀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是, 十八够异的, 很好的身体, 耶稣复活后, 耶稣做什么事情, 耶稣能够穿墙而活, 这样荣耀的身体, 以后不用坐飞机啊, 蹦打飞机, 也不用坐火车, 也不用坐地铁了, 因为你想到那里, 你瞎你到那里, 就能到那里, 比那个小叮当的那个时光机还要厉害, 我想去Tokyo, 然后你就到Tokyo, 这叫荣耀的身体, 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常常把思念思想, 想把所有思想, 只是想地面的事呢, 我们便来不及来思想上面的事呢, 我们来不及转变, 我们继续看下去啊, 常, 另, 就是荣耀的身体, 然后圣经讲, 当他显现的时候, 这里显现讲什么啊, 这里显现讲到耶稣第一次在哪的时候, 耶稣会在哪里, 我们整个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 不只是信仰耶稣, 就等到上天堂而已, 不是, 因为整个信仰是讲到耶稣基督要来, 如果耶稣基督不来, 我们的信仰就破了, 我们的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的神, 会再来保安基督, 所以圣经里面, 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然后, 还有, 我最近看的一个叫discovery channel, 我看到那个warren, 就是diver, 那个diver, 就是潜水的那个warren, 他们都是潜到水里面, 然后去找很多东西, 去拍很多东西, 找很多的生物, 做研究, 对吗, 他们夜下的更深几百里, 他们就要带更多的那个氧气坨下去, 要不然没有氧气, 他们就, 直接, 不用上来啦, 永远活在水里面, 圣经里面, 你的生命, 就好像这个warren这样,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可是我很奇怪, 为什么有些人呢, 他很享受世界, 他还在那边, 还可以, 不用氧气坨也可以的, 他还很享受这个世界的一切一切, 圣经讲你是天上, 你在, 你是属天的, 没有, 从来没有一个warren啊, 说哎呀, 第一, 水面太, 水, 水底下太厉害了, 水底下太漂亮了, 水底下太好了, 我愿意起来, 我永远要在里面, 不管他进到水里面有多深, 进到水里面有多久, 他总是要回到地, 就是回到海面上, 回到陆地上,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 这些人就不属于海底世界的人, 所以, 从也没,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从也没, 你是属于天上, 所以你不要把你的心思念, 把你的时间, 活得太多的时间, 活得太多的那个精神, 放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你应该投资, 做对的投资, 做明智的投资, 花更多的时间, 活在永恒里面, 什么是永恒里面, 是永永远远, 你会跟耶稣站一起的地方,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第三, 藏在族里面, 第三一样的, 就是因为他的经文太多了, 我放第二, 第五节说, 所以, 你们要致死, 你们地上的肢体, 有如淫乱, 误会邪情, 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是拜偶像, 兄弟姐妹, 第五节他说, 所以, 为什么要讲所以呢? 就是有因为, 才有所以, 因为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 因为你是属于天上的, 因为耶稣为你付出一切了, 因为, 所以, 第五节, 所以, 你们要致死, 你们在地上的治理, 要致死, 这个言文呢, 是一个命令来的, 他不是说, 哎呀, 要致死, 可以是致死了, 不可以, 没有关系啦, 不所谓啦, 要致死, 致死是一个命令, 不是当做一个过去已经成为实施的, 而是需要做的, 而仍然你要做的, 很多人说,哎呀, 这边走魔行, 什么都不用做, 你信耶稣就好了, 一切都好了, 不是的, 你信了耶稣, 你必须要不负起你部分的责任, 你必须要, 为你的救恩, 完成那救恩的功夫, 圣经告诉我们说, 保罗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致死, 遇死是地上的肢体, 淫乱 什么是淫乱, 圣经讲的淫乱是指一个男, 一个未婚男女之间, 一个不正常的关系, 然后圣经讲误会, 什么是误会, 本来是指一切不洁净的事, 这里可能是指违反人性的行为, 比如说同性恋, 比如说自由, Yay就写的这种的误会 然后邪情 什么是邪情 邪情在原文的里面 没有写这个字叫情 情欲 只是没有重生的本来 就有的情感的情绪 憤怒憎恨也包括在里面 叫情 这里的情 他没有写邪情 就是你情欲本来的那种 你的个性啊 你本来的性情 还有恶欲 恶欲的恶很重要 只望 只想望 不应当想的 或者用违反 神旨意的方法去满足欲望 比如说 如果上帝有给我三个老婆 不知道有多好 这种叫恶欲 他不应该有的 如果上帝给我两两个尸体 哪两两个尸体做什么 你只有一个身体而已 你又不能同时坐两辆车 这叫恶欲 然后还有贪婪 贪婪不单只想要得着所需要的 而是一多有多满足 一个不够上帝给我两个 两个不够给我三个 三个不够给我四个 永远不满足的 叫贪婪 圣经讲贪婪与拜偶像一样 贪婪与拜偶像一样 因为贪心的人 只以多有为满足 把多有看为最重要 物质的多有比神更重要 这些物质就成了他的偶像 所以为什么贪婪就好像拜偶像一样 就是因为你把那个药的东西 你的药啊 你的遗忘药啊 多过爱神 所以你贪婪就好像拜偶像一样 怎么样 明白啊 解释得很清楚啊 今天 在过去教会历史以来到今天两千年 2011年今年 教会经历了不少的风波 也经历了不少的时代 在整个基督信仰里面 包括其他宗教也有 但是我要强调基督教 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两个主义 一个主义就是禁欲主义 一个是众欲主义 什么是禁欲主义 不可以有误会 不可以谈性 什么都不可以 所以呢 就有了神父啦 就有了修道修女 他们就一生不能误会他们的身体 他们就把自己淹掉 非常没有真正去淹就是说 他不接近义性 不接近女色 不接近男色 就在修道院里面 度他的一生的生命 可是禁欲主义呢 却造成教派 教会的很大的伤害 如果你了解 这个教会历史 曾有一度呢 大概一千六百多年了 教会是进入黑暗的 黑暗的 黑暗的 黑暗的时代 所谓是什么叫黑暗的时代呢 就是说 他外表的彈簧很圣洁 然后里面都是很无愧行脏 就因为他们自行了这个禁欲主义 不可以动女人 不可以动男人 他们就建立很多的修道院 神 天主教 就建立很多的修道院 然后所有的神父啊 所有的修女啊 在那个修道院 女修道院 男修道院里面 里面修道 本来是很好的事情啊 很圣洁 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可是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闹出很多的堕胎 闹出很多的那些 不应该没有道德的事情 比如说 他们在他们的男修道院 和女修道院 得过一个隧道 一个通道 然后男的修道院 男的修道 就是那个神父 和修女 就在那个通道里面 做一些无奇的事情 然后搞出很多的事情 怀孕啊 大肚子呢 然后他们就进行堕胎 所以今天天主教到今天为止 还是很坚持很反对堕胎 这件事就是因为怎么样 还有他的历史 所以呢 在教会的立场 在圣经的立场 我们从来不自行 也不鼓励净欲主义 如果欲这个信 或者信欲本身是罪恶的话 上帝就是很大的罪恶 那上帝给我们这个信欲 你会有这种信欲 会有这种的需要 信需要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就是上帝本来就是罪恶 然后另一种 另一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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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的极端就是 忠欲主义 就是哎呀 比较厉 我们来到人间 都是几十年半 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Enjoy Enjoy your life 什么都做 甚至有一个一段时期 那些教王 天主教的那些教王呢 他们在罗马的教廷里面 他是要求所有的人 包括教廷里面的所有的人 他们要所有的男男女 来到教王的面前 都是拖光光的 因为教王是上帝的代表 所以你们来到 你们一定要圣洁 什么叫圣洁 是要拖光光来到他面前 也是造成很多很多那些 不应该很多 不会 肮脏的事情 在教里面的罗马 直到十六世纪 基督教才成立 直到十六世纪 马丁路德 才改革 教为新教 所以又称为基督教 就是 废除了天主教 所有的那些仪式 和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我们今天 就是有我们今天的基督教 我们不要忠义主义 我们也不要敬义主义 因为 如果 信本身是错 上帝就是 上帝就是极大 只要讲 就是最大恶极 因为他是把信义给我们 其实上帝给我们的信义是一个目的 回到创世记里面 圣经讲 他跟阿当说 阿当男一个人不好 上帝说 上帝就从他身上拿了一个肋骨 造了叫 女人的人 女人 因为 女人什么意思呢 女人就是 woman 女人 就是从 男人的身上拿了一条肋骨造成的人 所以呢 今天你一定要找回你的肋骨 不是 你是那条肋骨 你要找回那个属于自己 这是上帝的信义 如果 信义是错 如果是这个联合 两人联合是错的 上帝在人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婚姻 信义是给有家庭有婚姻的 而不是孫切的 信义 所以 你要明白 上帝给我们的信义 成为一个礼物 信本身是没有错误的 信本身是没有邪恶的 而是帮助我们 现在我们来看第八节 第八节是什么 不只叫致死 现在 但现在你们要 弃绝 这一切的事 以及 脑恨 憤怒 恶毒 诽谤的 口中的 污秽的原因 脑恨 什么是脑恨 脑恨就是爆发出来的憤怒 不是 有些人生气了 我生气你 我个人讲话 我听了 有些人生气你 我生气你 我还要 起手打你 这种叫 脑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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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恨是有行动的 然后 不只是生气 生气还动手 叫脑恨 我们把圣经用的词 很好的 很准确 脑恨 然后 憤怒 憤怒是指你内心里面 深藏的一种情感 你生气一个人 哼 爹爹爹姐妹你好 可是心里面 很生气你都不知道 我喝你真的要死 别太紧了 这种 在里面 这叫粉恨 脑恨是做出来的 他不是生气的 还要做出来 OK 粉恨呢 跟牛不一样 恶毒 是指不好的东西 指 击败坏的恶事 在原语上 可能 指 在原语上是指 那些不造就人的闲话 讲一些 哎呀 你都是笨的啦 你都是没有用的啦 这些话 也是种恶毒来的 OK 恶意重伤他人的说话 和话语就是 恶毒 毁坝 毁坝是指人 对人的 诋毁 若是对神呢 就是亵渎 就是 当你看到一个弟兄做好事 你因为妒忌他 一个姐妹做好事 你妒忌他 你没有称赞他 哎呀 你活你真是很棒啊 你很爱神 你祝福神 可是你妒忌他 你没有称赞他 反正叫做 他是家家罢了 他在家里很懒惰的 他哪里有这么好 这叫毁坝 所以我们圣经说 要启绝这些东西 然后误会的缘语 是指 不是讲厨 不是指出祸 黄色笑祸而已 是指 不争事 对人有伤害 有侮辱性的祸语 我不要说 哎呀 他长得这么胖 胖子好像正志伟这样 你可以 我可以啦 我自己拿自己的开玩笑 我长得又胖又矮 好像正志 OK 还好 因为我拿自己来开玩笑 但是我们不要拿别人 当着 那个黄色的祸语 OK 保罗说 有些事情是哥罗西人 必须替自己除掉的 他用的动词 是把衣服 除掉的意思 这是早期基督徒生活中 可以看见的一副祸 当基督徒受洗的时候 他先把自己的旧衣服 除掉 要除下来 然后走进水里面 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 便穿上一个一件 新而洁白的外套 他起舍旧有的生活 披上新的生活 圣经讲 圣经讲你要穿上 你要第一 你要治死你的老我 第二 你要弃绝这些东西 第三 你要穿上新的衣服 很多的问题现在是这样 很多基督徒呢 有类似的那个陷阱的失败 很多人都是脱掉他的旧衣 旧人 而是没有穿上新衣服 在外人看来哦 会觉得我们是很奇怪的 哪有人没有穿衣服到处到处乱走的 有吗 有试过吗 裸奔 我最近看到一个笑话他这样讲 题外话啦 想到就讲 这个男人 他很伤心的 因为今天是十一月十一号 十一月十一号什么 什么就是 光困结合之单身 还没有找到 另一般叫光困 他是一个光困 他就很 他很懊恼很 很无奈 他就从小 在班上读书都读十一班 然后专大的八十也是十一号 今天又是十一也十一号 难怪我一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 难怪我就是那么单身 难怪我就是过一个光困的生活 忽然间有一个人走过 就跟他讲 弟兄不要担心 你会找到你的另一般的 然后他就很奇怪 为什么你就知道我是单身 又是一个光困呢 哎呀看你样子就知道了 你这样冒刀 女人如衣服 你总是会找到你的衣服的 那个人跟他这样讲 然后他就看着他说 难怪 难怪我竟然裸奔了三十多 因为他找不到我 他没有衣服穿 裸奔 所以我们 没有人会车裸裸在其他一场 圣经说你要穿上新衣 穿上新衣 要穿上新衣 穿上什么呢 要穿上新衣 要穿上新衣这个过题呢 我想留在下个星期讲得更细一点 我再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解释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那个图画不是叫国王的新衣 国王的新衣 这个国王 那你就有点nice一点 虽然听过了 那我再讲多一次 这个国王呢 是很爱穿美衣 穿新衣的国王 他花了很多钱呢 都花在衣服身上 他已经找到最好的designer top designer design他的衣服 几乎是每一天都在穿新衣 那个人民已经苦不堪念了 因为他不自理国 我家 把所有所赚的那个税收呢 都花在他个人的衣服身上 然后有两个骗子过了老前 为了要惩罚这个国王 这个贪婪的国王 而没有照顾百姓的国王呢 就设计了一个想法说 国王我要帮你设计 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 然后一讲到衣服 那个国王就 就投降了 就ok了 好了这样设计 然后他就讲条件 国王我可以设计你最漂亮的衣服 保证你从来没有穿过这种漂亮的衣服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在我制作的过程当中 不能来看 不能 也不能 总是不能 我要秘密来做 因为这个衣服太漂亮了 也不能知道人 人家这样制造过程 也不要人家知道原料 就算有人来偷看 他也看不到 因为他一定要有 很有修养 很有智慧的人 人才能看到这件衣服的 国王就答应了他一切的条件 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而且又给了他黄金做件衣服 衣服做好了 可是 他 那个两个designer 所谓的片子 就拿着衣甲 拿着 可是这衣甲是看不到衣服的 可是 国王又不好意思 因为他要 要 表示 有聪明 有深度 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衣服很漂亮 对吗 所以竟然 这个两个片子 所谓的designer 就把他假装穿上衣服了 然后 国王为了要展示他的心意 就在街上走一圈 大家都 大家都看国王没有穿衣服 又不敢讲 应该是国王的 大家都不敢说 走了 差不多要走到他的街道 要走到最伪的一端的时候 忽然间有小孩子 问他妈妈 妈妈 为什么国王没有穿衣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们 要 跟基督联合 当你信仰耶稣 没有跟基督联合 的情况下 就很你好像你是在裸奔 没有穿衣服 你好像国王的心意这样 哎呀 你再欺骗自己 我是有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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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你一件衣服都没有穿 所以圣灵命 让我们 也是 跟基督联合 而不是跟基督混合 我们 要有他的生命 最后 我知道 我再有一个是来的 最后 基督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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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 蜕变神明 是一种蜕变神明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这个 这跟上课一样啊 很闷啊 好像来想 来来来来听到 还要上水这样 那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蝴蝶的生命啊 当一个蝴蝶 有个新生命出现的时候 它就生出蚝 大家都懂 蚝了就变成幽蟲 对吗 幽蟲了就变幽蝴蝶 是吗 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当中 英文说 transformation 但是 很多人很奇怪的 很多记者很奇怪的 他变了蝴蝶 他不常常做蟲 哎 我是蟲 我是蟲 我以前是蟲的 我还希望 我是蟲 兄弟 你已经是蝴蝶了 你不想 不要再 用回想 你成蟲 有一本书 虽然它跟基督教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 我觉得是应该拿来谈一下 有一本书 台湾著名作家 张幻娟 所写的一本书 叫做我的男人是爬虫类 当他在想的时候 就讲到他 他所面 他所认识的每一个男人 都还在进化中的一个动物 就是说男人是没有用男的 因为男人都是一个动物 来的禽兽来的 他还在进化 他还在 还在变化 他是一个爬虫类 他还没有 还没有变成 他是阿米巴 但是 我在 当我用这本书来跟你们讲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是个爬虫类 但是我们常常 希望我们是爬虫 但是上帝说 我们是伏地 我们已经蜕变到 无地的地方 我们常常 向往 做幼虫的神 所以今天 圣经再一次的 回到圣经里面 来鼓励我们 你们要和基督缘合 第一 你们要当求上面的事 第二 要失念上面的事 第三 要把你自己藏在上帝里面 阿们 让我们讲一起来